在印光大师的文抄当中 他说 有些人他越用功 佛念得越多 拜佛越多 他的烦恼反而更重 称心 慢心更重 印光大师说 为什么一个人念佛 没有使令他内心改造呢 就是这个人修行 心外求法 他内心当中 没有产生正念的观照 观察我空的真理 也就是说 他内心当中的想法是 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这个我积极很多的善业 使令我以后的生命 因为这个善业的力量 得到安乐的果报 这个自我 以前没有善业 没有资良的时候 他当然很低调的 但是他现在不同 他现在一天拜五百拜 一千拜 他的善业力加强以后 也就把这个自我膨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越修行 烦恼越重 称心越重 高慢心越重的道理 就是他没有回光返照 那这个地方 有一个问题了 诸位可以看看 所谓外道的学者 外道也是深信因果 但是他没有我空 法空的证件 比如 我过去认识一个外道 差不多十年前 他的个性是这样子 你十年后再看 他的个性还是这样子 就是十年前 跟十年后的差别 这个人修了一点善业 如此而已 他的个性没有办法改变 他以前是什么脾气 现在就是什么脾气 为什么佛弟子 能够很快地自我突破呢 因为他修我空观 修我空观 他内心掉柔 就是我不可得 所以所有的烦恼 都是可以改造的 都是因缘法 我们先相信这个真理 我们先相信我们心中贪嗔痴的烦恼 是可以改造的 他的本性都是毕竟空的 这个时候 对你的修行有很大的加持力 你一直认为你内心当中那个我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改变的 这就是我吗 那你这样的思考 就没办法改变了 的确不能改变 这就是外道说 分别我为作者 我为受者 由我来积极业力 也是由这个我来的果报 那这是对于爱飞爱缘起的一个愚痴